Android的强大之处 或者说Garando的强大之处是在于 在编译时能够修改你Manifest中的一些定义 比如说你的包名 你的Version Name,Version Code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里面的这一段 Default Configure 上次我们提到 我们在这里指定了它的Android的Mini SDK 通常情况下按我们以前的做法 Mini SDK是指定在Manifest里面 对吧 Garando在这里可以覆盖Manifest里面的值 进行重定义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些值是可以通过 这个Default Configure来进行修改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帮助文档 好 我们看一下Default Configure 它其实它是有这么多维度的 第一个是Application ID Application ID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包名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重新定义 我的Android应用程序的包名 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 对吧 好,我给大家试一下 好,我这里指定一个Application ID 等于什么呢 我看一下啊 我现在在Manifest里面定义的这个包名是叫 My Application 对吧 好,然后我比如说我现在改成 Your Application 好,我们修改了包名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build的一个版本出来 好,我们build一个版本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包名是什么 然后我们用apkinfo打给它 好,这才是之前的My Application 好,现在还在build 好,build成功了 好,我们实验一下 好,看到没有 这里的包名已经变成Your Application 对吧 所以它这个是可以修改的 这个包名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文档 包括它的签名文件 然后version code,version name proguard文件这些等等 是不是支持多DX的支持 这些都是可以修改的 那这下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maxsdk,minsdk等等 这些属性可以通过在脚本里面去配置 这就是编译时修改安装包的信息 好,我们继续讲解 我们现在打的包是没有签名的 或者说默认的系统签名 那我们要指定一个自己的签名 怎么办呢 为了使用签名文件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节点 叫sign configure 好,sign configure 它里面可以包含多个 每一个你都可以定义为签名文件的档案 这个名字你可以自己定义 但是为了区别开 最好是有意义的词 我这里定义成release key和debug key 这两种 然后这里第一个是store fill store fill是你的文件名 你的文件是什么 我的文件是my key 然后我的密码123456 我的key allies是android release 然后key的password是123456 好,有了它之后呢 那我们怎么使用呢 default configure里面加上这个节点 加上这个指定的签名文档 sign configure的release key 然后我们编译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编译出错了 我们看一下 他是说在这个sign configure 这个container里面找不到的release key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模块定义到它使用的下方 注意脚本语言 它的脚本语言 这个不像我们平常所用的类 声明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它必须是在使用之前来声明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提到这个上面去 好,我们再编译一下试一下 好,同样的也出错了 然后他说什么错误呢 fail to read the key from key store 好,这实际上是说我们这个密码有问题 它这个地方其实是应该是android key 不是android release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问题 好,这边成功了 好,我们现在编出来包的签名 就是这个release key的签名 这就是default configure 指定了一个签名文档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编译类型 叫build type 这是做在什么 这是在什么场合下用的呢 我们先写上吧 这个build type 这就是我们的build type 这就是我们的build type 好,build type呢 其实主要是用于你这个编译出来的包是做什么用的 通常系统默认就两种 一种是release 一种debug 然后我这里就是说除了这两种情况下我还做了一个扩展 叫什么 叫for daily build 就是可持续集成 然后这个for monkey test 用monkey来跑用的 然后这里呢 同样的啊 这个build type里面也可以设一些值 定了四个之外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build type 我们可以看一下帮助文档 build type里面可以修改哪些内容 好 这就是我们的build type 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是application id surface 这就是加一个后缀 像我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说我在我的包名后面编出来 包名后面加一个后缀 代表它是debug的 这样子的话 你同一个设备 你就可以安装多个版本 比如说你既可以安装release版本 也可以安装debug版本 还可以安装这个daily build的版本 因为不同的版本 比如出来的包名不一样 它是可以安装的 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啊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比如说制定是不是debug 啊 然后这个minify 这个是不是enable 是不是需要缩写啊 之类的 然后同样的啊 这个签名 你要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签名 那还有一个常用到的呢 是这个vership name suffix 就是说vership name 是不是也需要加后缀 什么用语区分 你到底是什么版本 这就是它的一些属性 好我们看一下 按照现在我这样子build出来之后 它有多少个版本呢 它有多少个包呢 我们先这里先clean一下 现在model就debug release 对吧 我们先clean一下 ground clean 好clean之后都没有build了 对吧 我们在build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有哪些task 好我们主要重点关注这个assemble 注意啊 你看啊 assemble我这里就可以指定 比如说我指编debug版的 指编release版的 对吧 好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发一个这个monkey版的啊 叫assemble task for monkey 好我们把拷贝一下啊 monkey 好copy 然后这里写 单贴 我们这样子只编一个包 编出来的包 我们用apkinfo来查看一下啊 我们的包名是不是和这个是一致的 它没有进了 是在 opk形成 openapp 像build 下面outputs apk 好 monkey 测试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包名是不是和这个是一致的 指定的 就是我前面的这个包名 加上这个monkey 就是 formonkeytest 那包名啊 是我指定的 如果是说我全编啊 它是很多包名 build 它会build n个包出来 就是为每个forrelease fordebug fordailybuild formonkeytest 就是说 它是在不同的场合 这种就是来使用的啊 这build type 然后除了build type之外 还有一种叫product favorite 这个呢 就是 类似于我们正式发版之后 给不同渠道或者不同版本所生成的包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搞一个这个product favorite favorite 好 我们看前面的 它已经编完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生成的包啊 尤其壮观 对吧 啊 debug dailybuild fordebug 然后monkey forrelease release 等等 啊 这是我自己指定的啊 好 现在我增加了这个product favorite 也可以指定啊 一些和之前的default configure是一样的 它也可以指定applicationid的包名 啊 它的它的签名等等啊 这里我就只写了两个啊 就是改变了它的包名 一个是phone版的啊 我用的application myapplication 如果是pad版的啊 我可以用cd.id 啊 好 那这样子我再编呢 它就会编出更多的包 进行组合 编完了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壮举啊 这apk下面啊 很多包 pid phone的 每个pid下面 它也有不同的版本 debug for dailybuild的啊 这就是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版本啊 这build起来 混合起来 它相当于是用这个的数量 乘以这个的数量 就生成最终的一个包啊 而且这个modern 它是有release和debug两个版本 所以说 我这里其实是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build的type 乘以两个 product flavor啊 总共有编了12个包出来啊 好 然后给大家讲 之前也介绍过 这个source set 还有种用法 什么用法呢 你可能是对于不同的 这个版本 是可能有细微不同的一些原代码啊 那么我这里呢 可以在这里 source set里面进行设置 设置它 比如说phone 我现在是需要这个 这个phone 然后我在这里 set 指定它这个set 是在这个phone下面的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结构啊 src 好 除了man之外 然后我新建了两个目录 一个是phone 一个是py的 然后phone下面的asset呢 我这里写的是一个phone py的下面asset呢 是写的是一个py的 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clean掉 重新编一个包 看一下 我们的效果如何 好 我们已经编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build 下面的包的情况啊 好 py的版 form版啊 我们随便找一个py的版的 打开看一下啊 它里面的这个啊 asset目录下面啊 是不是 py的 好 对吧 py的 然后我们看一个phone版的 是phone对吧 对我们就打着包 不同的这个build type 不同的product flavor啊 编出来的这个包是不一样的 好 这就是这个android grande的一些基本的配置情况 这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来可以灵活的 根据自己的需求 编译一些自己的包啊 这里布置一个桌 也给大家思考 如果是说 我需要编译这个渠道包啊 比如说我可以编译 应用宝 high pk 这两个应用市场的 这个渠道包 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 来编译呢 好 我的脚本应该怎么去写呢 注意要灵活运用 我今天所讲的 是完全是可以达到 这个效果的 在课程的最后啊 给大家讲几个 用grande编译 常见的一个错误啊 其实之前我们也遇到过几次啊 第一个 我们所常见的就是这个 这个build a choice 这个找不到target的问题 第二个是编码问题 那编码问题怎么解决呢 编码问题 我们比如说找一个 找个原代码啊 找一个代码出来 注意我下面这里有UTF吧 对吧 如果你出现了一个乱码之后 那你这里可以尝试进行调整啊 比如说gbk 好 它现在已经变成gbk了啊 另外这里没有中文 那有时候会提醒你啊 问你是否转化成gbk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些汉字 中国字 好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要 搞成UTF8的 好 这里如果它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reload的 就是用UTF8的编码 再重新加这个文件 像我这种情况肯定是乱码 但是有些时候 你是需要用reload的 去把之前用UTF8编写的代码 把它重新加载出来 还有种是convert 就是编码转换 记住这两个 这个reload是不对当前的文件进行修改 convert是把当前的文件的编码 转化成另外一种编码 注意啊 第一个reload是不修改数据的 第二个convert是要修改数据的 你要根据你的情况 实际情况来做修改 然后之前也提过 如果你在编译下包的时候 它有一个异常叫peer authority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你要修改 这一个地方 用这样子的方式 直接用URL的方式来 代替它默认的https 来绕过这个程序 同样的有时候你下载 grand本身下载不下来 它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 我们的目录本身就带有 grand的这个包 那么这grand里面呢 它有一个property 这里有一个URL 指定的URL下载 这个必要的时候 你可以修改这个值 比如说你把这个http去掉 改成https 这样绕过这个健全信息 还有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这个local property 这个时候的路径不对 或者是没有这个文件 那你需要去增加这个文件 来进行这个sdk 这个目录的一个配置 一般情况下 这编译的时候出现的错误 都可以根据这个错误的 给出了错误信息进行修改 它其实比较明确的 但前提是要求大家 对英文一定要好 好 关于Android Studio的课程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